作曲 李宗盛 盧盧聚晚空 羽慕狸满 夜已门淘 窟沙角 在你悲欢里 曼长以曼 有我的一張笑顏 祈求你可繼續留下 讓我愛到千幾百 又回到我們零射棧鬼 繼續有Magic Kid 還有我另一個Partner 現代Como文獻都在 一定要黑銷廣告 大家看廣告不夠 今天有點病 所以你見到聲音不太開 所以沒有問題 現在有Magic Kid 會和我們分享 今天帶給我們的車房鬼故 不要緊,交給我 好,交給你 這個靈異故事發生在荔枝角 在荔枝角 在荔枝角 我又不方便說車房 叫甚麼名字 因為現在那間公司還在運作 那間車房發生了甚麼事 有一天 有一天 有個阿俊 阿俊就是我老友 哪個X度阿俊 又要回到這句經典說話 阿俊 阿俊 在一間車房工作 跟我很熟悉 做甚麼 做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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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三個人 總共是三個人 老闆多數都不在公司 只有兩人在車房 多數都是 有一次他們接了一宗生意 阿俊說了一宗靈異的恐怖經歷 就告訴我 那間公司其實是有閉路電視 全程是拍攝 老闆可以有空 下車來也可以 在電話看也可以 也無需去店 那好吧 真的好 做老闆 唉 有誰我不捨 有一次 阿俊 我剛好過去 阿俊說了一宗靈異的分享 發生了甚麼事 就是關於他的那間車房 當晚他要開OT 跟他老友開OT 做一輛車 到那時是大約晚上八至九點 八九點很早 八九點很早 很早 整一下 突然之間阿俊躲在車底做車 是 捐車底 多數整車都要捐車底 正常來說 阿俊又捐車底 阿超做了甚麼 又有過阿超 他的同事叫阿超 老闆會否叫阿英 會否叫阿超英進車 是否叫超英進車房 其實我的名字是 你別想騙我 我相信一定是 沒錯 阿超和阿俊 只有阿超和阿俊 躲在車房裡做車 好了 整整一下 其實阿俊 就肚餓 整整一下車 肚餓 叫阿超 叫阿超 阿超 你肚不肚餓 然後阿超就說OK OK 我飽 你自己吃吧 OK 飽 之後阿俊就叫阿超去買外賣 晚上想出去買外賣 買回公司吃 就叫了一個鹹魚雞粒炒飯 阿超就出去了買外賣 走後巷 走後巷 之後剩下阿俊在製車 當時阿俊出去了 只有阿俊在製車 阿俊在製車 突然之間 他製車很專心 不會理會外賣的環境 突然間 聽到外賣的聲音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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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阿超回來了 是不是在玩東西 阿俊就說 阿超你是不是回來了 是不是回來了 阿俊叫完之後 沒有反應 當時沒有任何反應 在外賣的 阿俊在製車底是有輪胎的 這樣就好 當阿俊聽錯了 阿俊再製車時 突然之間 聽到外面的工廊 你知道的工廊有多重 很重 很大塊 對啊 在台方 對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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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稣地跌下 直接跌了 因為聽完工廊 好像有人動過 對於擦 突然間 弱貓箱卄下沉 跌倒下来 阿俊问什么事这么吵 阿俊拉一拉出来 在车底下 看一看是否阿超在玩东西 但看到工具已经跌落下来 然后阿俊以为阿超在玩东西 周围看 看来看去都看不到东西 想着上国际看闭路电池 上去途中 我想要让人看看车房的样子 应该要 否则人们就不明白 给图一 大概车房的样子是这样 下面是这样 类似 疑似 阿俊当时在下面 在看着车 绿色衣服站在那里 有部车在那里 听到工具 马上转头 想着上写字楼 因为写字楼零零射射 只有一个白露电视在那里 看得到全场 是 OK 好 当时有条楼梯 这幅相片不是 此图是无关系 跟他现在说的鬼故事 因为他还有条楼梯 在这幅图最左手边 或者最右手边 就当左手边 是 OK 就当左手边 好了 之后 尽自己一个 走上车房 好 这幅图可以了 车房 发生了什么事 看CCTV 好 打算转绿 转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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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过程全看 当时阿超 走後 转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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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路電視 看到什麼呢 真的嚇死你 他看到一個靈體 一個類似二似白色頭髮的靈體 美女 沒錯 就是一個美女 站在哪裡呢 CCTV站在哪裡呢 女靈體站在哪裡呢 就是站在樓梯底下的位置 打斜的樓梯 就是在下面 上面是寫字樓 沒錯 上面是寫字樓 之後阿俊 看一看外面 以為是有客人 以為有客人在外面 看一看 他自己看出窗口 即是改幅圖片的窗口 看一看外面是否有人在 阿俊看一看窗口 沒有人 見不到有人 見不到有任何人 即是用肉眼看不到有任何人 之後阿俊 看回CCTV 那個女靈體 正在走上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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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找阿俊 整個故事很浪漫 其實很浪漫 你想想 這個男神 他站在寫字樓上 很韓劇 那些 然後看著 下面的女神 其實他很想 快點上去找老闆 好像大企業那些 永遠老闆 有間房靈寫寫高一點 天角的階梯 然後走樓梯上去找老闆 很想快點擁抱 如果我們聽聽是覺得很浪漫 不過現場氣氛未必是這樣 當時阿俊看回CCTV 看到疑似的人上樓梯 阿俊看出窗口 因為他上樓梯之前有一雙門 對門 對門 中間上樓梯有玻璃窗 可以看到外面門 是否真的有人在 當阿俊看出窗口 突然停電 我以為他們真的對望到 看不到 對 對 突然停電是整間車房 整間車房都停電 一同停電 對 那便好 突然之間阿俊看見這些情況 真是慌 打算拿支電筒 即是在櫃桶拿支電筒 打算打開後備電源 誰知電筒又忘記了是太陽能電筒 一定要找多支電筒 才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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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接著是在櫃桶 一櫃桶拿支電 所有運作完全正常 燈完全開啟 阿俊第一時間看在哪裏 看自己有沒有穿褲 有沒有被人脫掉 他會不會被人脫掉 以後開啟燈 看自己的褲 應該會 可能已經進來剝褲 應該開門自己進來 看一看外面沒有人進來 沒有人進來 但他看出門外面的窗 是有個霧氣有個樣子 有個霧氣有個樣子 是貼在玻璃上 之後阿俊看回CCTV 當時的CCTV是甚麼都看不到的 即是找回記錄 即是連之前他在車房拍到箱 跌下去的有沒有在 完全是沒有了 完全沒有了 零零射射那一節是沒有了 之後阿俊立刻打電話給阿超 阿超你回來沒有 公司不對勁 問問阿超在否外面 阿超就說回來了 即是他遇到這個靈異經歷 即是你無緣無故有個女靈體 在你樓梯突然間走上來 即是你是看閉路電視 所有東西是閉路電視 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是的 這樣就這一個靈異 但這一個女靈體有沒有原因出現 車房有沒有死過人 可能是阿超開了後欄門 因為後欄門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荔枝角有多偏僻 請問荔枝角有多偏僻 荔枝角有多偏僻 即是有些巷仔 蛇蟲鼠藝類似的類似 即是蟑螂變 應該是 蟑螂化身 進入了後 其實阿俊是 阿俊是嗎 是阿俊 他有沒有看到 他現在還有在這間公司做 其實他還有做的 但那一天他病了 即日就病 第二天是病了 即遇到這個女靈體之後 會不會是關合鹹魚雞肉炒飯事 吃了肚子 純粹 肚子餓得太 幻覺又幻覺 肚子餓得太 會不會是這樣 有機會 可能是 有機會 我經常說 那是不對的 他病了 他有沒有上班 第二天是沒有上班 他病得好像不中 是發高燒 當日是發高燒 有沒有說要找師傅 沒有找師傅 但看了醫生 是 感冒菌 可否即時退燒 即時退不到 即時退不到 即是一定要休息兩三天 其實很嚴重 因為肩是被人搞 但會不會那隻女鬼還黏著她 我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或者那天阿俊是不知踩到甚麼 即是晚上去泡 即是晚上去泡 不知道踢到甚麼 即是飲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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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之前還是那天 即日 即日或之前 有機會遇到這些靈異事件 所以那隻女鬼就過來找她 就打算補回 她說昨晚搶不夠 搶得太盡 現在就要再搶多些 真是不得了 厲害 她說這一個挺… 她接著後有沒有後續 即是她接著後 她接著後有沒有說 在這個青房居住見到 或者她在家裡還見到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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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的 她就說發燒了幾天 即是整身比較重 是 比較重 即是騎著了 出街好像是有人搭著她肩膀 或者是坐著她肩膀 好像泰國也有鬼片 這樣騎著在上面 疑似是這樣 但她有沒有多手摸她肩膀 那便沒有 多手試摸摸 還敢摸 試一試 有時會吃鬼妹 有時會吃鬼妹才可以 怎樣知道她最後是平安回母 她最後是吃藥的 吃藥後醒來便繼續工作 即是當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但某程度她真的遇到這種情況 其實不止的 還有下集 好 待會我們廣告時段結束回來 再繼續說一下 好 沒問題 這一個阿俊的故事 哈哈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范茫兒和音樂室的主持人 兼寫鋼琴老師 我本身已經拿了演奏級的文憑 自己本身很喜歡小朋友 所以一直都有教開小朋友彈鋼琴 所以我希望將這份愛心力 可以傳達給身邊的小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小朋友 或是家長門 都可以留意這個網址 打電話來或是留意這個網址 就有專人聯絡你 就可以見到我了 拜拜 拜拜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